NEO聊四季 天心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我們要來看瑪雅人對上八太皮人 那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 所以一開始的人口數會比較多一點 開局好像是9人口吧 剛剛看了一下應該是喔 那一開始的原因人口數會比較多的關係喔 所以不用再從一開始的三村村民開始玩 所以一開始的開局方式會比較不太一樣 那也是比較快加速遊戲的進程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蠻特別的喔 就來播給大家看看喔 那稍微介紹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其實跟阿博感覺蠻相似的喔 但比較特別的是它這個高地的部分 還蠻多的喔 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個地方其實高地有兩塊凸起來的地方 那後面其實也是喔 那一樣有石頭跟黃金喔 這張木頭感覺是比這個黑森林更要稀少 所以如果打到大後期的話 這個木頭要怎麼守住也是顯得非常重要 而不是只有這個需要守住黃金點而已喔 就是挑戰度難度來說會更上一層樓 但是相對來說喔 這關的遺跡喔 數量超多的喔 所以也有可能喔 中期的這個聖物的搶奪也是關鍵之一喔 這場遊戲裡面 那我覺得這場如果選個什麼佩根地阿 或者是選個什麼阿茲特克喔 對於生物有加成的這個文明 可能會不錯喔 這只是我真的猜想而已 那還是要去取決於喔 自己的Ban Pan喔 Ban Peak啦 不是Ban Pan 哈哈 這個Ban Peak 或者是自己的哪一種文明喔 還是選一下比較好 我覺得有時候太過於去刻意選 生物有加成文明喔 反而會被對手針對之類的 那目前看起來喔 兩邊選擇的文明喔 都還算蠻適合打仗地圖的 呃...怎麼說呢 因為瑪雅人本身的能力喔 就是支援勇氣圓 所有的支援喔 除了木頭以外喔 就有這個... 吃這個支援可以慢慢吃越來越久 像這個豬肉可以吃久一點 像石頭和紅金也是 還有果子 但樹木的話 雖然是沒有啦 但光這個效果 就可以讓他 可以減少移動 去提高風險 去外面挖金礦 或是挖石頭的一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 瑪雅人是... 稍微有力一點點啦 那我們來看他敗戰體能 那敗戰體能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垃圾兵人 他的槍兵跟戰毛駱駝 都有25%的潔面 那再來就是他升帝王死蛋 我這個... 超神的造價 找600多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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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多黃金吧 200多肉 大概... 400-500黃金 就可以升到帝王死蛋 所以F1 R1喔 這位是巴西的頂尖的玩家 他有可能會打一個速地打法 但... 在過往的單挑比賽來說 速地打法其實並不常見 雖然還有這個優勢這樣 他還是比較取決於這種 3TC開農 然後農上帝王死蛋的打法 而不是單TC直接農上去的 會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巴西人封劍打小弓 參暴賽義打小弓的話 又沒開TC 那通常就是要來打速地牆 那巴西人的一個... 阿拉伯的打法 通常都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那目前瑪雅人這邊已經三棒棒出發了 已經到了F1R1加了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稍微微一下 這邊有注意到嗎 你們這些村民開扁 好...裝甲步兵按下 哇...這個步兵... 裝甲步兵按下會很難慘喔 好...那這邊是選擇出小弓 回來啦... 半山坪大部份都是出公兵系列居座 那...我覺得這邊會直接下公兵喔 應該是他剛剛刺頭有看到對方的軍營喔 有在按兵喔 所以這邊很快的時間... 哇...這邊可以抓到一村喔 嗚...這邊直接砍死一村 哇...這個... 不以為真的被制裁了 該以為還是要微笑 欸...對面裝甲很痛的啊 哇...傷害六攻 這個就像是... 點了一攻的刺吼的傷害喔 非常的痛喔 那這邊要稍微小心一下對方的老鷹 這個木頭應該要挖一段時間 還行 好...那前期的... 工兵策略喔 就是以... 班政廷來說 現在來說就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一開始就工兵開局喔 雖然自己掉了一村 但我覺得還有機會喔 雖然瑪雅喔 這邊一定也是短工兵喔 那他這邊... 應該可以吃到一隻 這邊他等等喔 可能需要按點讚毛病出來喔 欸...他已經有按了 OK 最好是... 打一個混合策略喔 就是工兵跟毛兵要互相按一下 會比較好 那這邊就比較考驗 控兵的部分了 這邊毛兵要去... 點對方的工兵 那...小工要去點對方的... 裝甲步兵 算是老鷹喔 雖然老鷹斜掉的很慢喔 但還是要打一下 有一弓之後喔 這個...有... 打這個鷹刺猴 傷口就會比較高一點 鷹刺猴是一開始遠防兩防 那...小工的話是... 欸...四弓啦 對...四加一 那這樣子的話 加一弓就變五弓了 打下老鷹至少還有三地喔 就沒那麼癢了 我自己吃頭弄回來了 剛剛不知道要去哪裡喔 他有去偷村嗎 沒偷到 這應該不太可能偷到喔 上到鋒剣時代要偷一村 不太可能 好 那這邊就是... 展現控兵的時間了 好...小工拉一下 裝了步兵被射殘 一隻毛病一隻換一隻工兵很賺喔 沒空好 瑪雅這邊有點尷尬 直接被壓著回去打 那...有人會說 欸...這個打法最怕什麼 其實...其實這個打法 你只要全力出毛病就可以了 適死的喔 再去按一些刺猴 鷹刺猴 或是... 弱馬之類的 去擋就好 但我個人不太建議喔 新手去按刺猴來打 因為很容易喔 你就會被對方... 直接擺給了 控兵來說其實是很困難的 沒有想像... 沒有讓大家想像中這麼好控的 所以我覺得新手一律建議喔 全部爆毛兵出來 那...你也知道嘛 你全部按毛兵的話 對方就會出刺猴 那就可能要按一些場康兵來防守 那以...新手場來說喔 你不用太擔心這種方式喔 因為對方可能... 看到你出... 毛兵可能就傻傻的回去了 或是直接被壓制住喔 很有可能 那如果你想要玩精緻一點的話 就可以出一點刺猴 但是...相對來說 你上尺寶時間會... 變得更晚一點 如果對方已經為死的情況下喔 千萬千萬喔 不要按太多刺猴 頂多按個...三隻左右 或兩隻 兩隻可以開頭 三隻好了 三隻的話就極限 你按... 再按太多的話 可能就會... 讓你導致... 肉量又太多喔 讓你城堡時代... 根本難點 然後對方為死 輕鬆又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就被一個... 時代壓制喔 可能就打出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打法喔 還是... 出這個小弓 配這個戰毛兵喔 就像這個... 敗戰艇一樣喔 好 先稍微控一下 一口 這邊... 扣得很好耶 這弓兵一直在動 哇...直接進入弓箭射程 這裡應該是要送光了 哇... 才剛想要吹他 這個...弓兵控得很好 結果馬上就被鷹刺猴包夾起來打 全部送光了 哇...那這一波... 瑪雅拿到巨大勝利啊 本來剛剛都被壓制住喔 但果然鷹刺猴出個兩到三隻喔 就是可以守不住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情況 那半輪體這邊的話 可能就要先思考 要繼續出小弓嗎 還是要出這個毛兵喔 那我覺得他現在最重要的選手 就是趕快去維持就好 然後用... 一些小弓跟毛兵防守 然後這邊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狀況 哈哈... 完全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絕對不是因為我有看這場比賽喔 我根本沒有看 我只是覺得... 通常打工兵果只有這種選擇而已 不太會有其他打法 CB我...就是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好...那這邊一樣給壓力嘛 那待會毛病一樣就是 先打對方的毛兵跟工兵 那小弓一樣射對方的刺頭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這樣就可以安心上到城堡時代了 一到城堡時代的話 打法就會選擇比較多了 這邊半暗體可以選擇 直接封建時代出這個駱駝 好...甚至... 出一點騎士出來喔 擋一下 然後趕快下修刀院喔 去減聖物喔 那...或者是... 可以直接出這個青騎兵喔 去抓對面的僧侶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半暗體是選擇打青騎兵路線的話 黃金應該不能挖這麼多 好...不然就是... 他有可能想打青騎兵路線 但是這個黃金是要來給奴兵用的 還是會去按奴兵 然後升上去 然後轉青騎兵 然後再按點生旅 這應該是... 半暗體這邊最好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是瑪雅的狀況的話 瑪雅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待會可以選擇直接暴音士 直接轉英勇士出來 好...然後...修早運蓋下去 然後直接用大量的... 英勇士喔 給對手壓力喔 逼對手轉天騎士喔 出來擋 甚至出點... 劍兵勇士之類的 但不太可能 半暗體人出這個劍兵勇士 其實不太優秀 因為他到了帝王時代 是沒有這個鍛造技術的 那如果要打這個英刺猴的話 半暗體最好的方式喔 是直接出這個... 半暗體聖騎兵喔 這個聖騎兵打步兵傷害非常非常高 這應該是他的最優解喔 那如果現在要打的話 石頭要趕快挖 那他現在有挖石頭 所以有可能是要直接打半暗體聖騎兵喔 哇...看到這麼多英刺猴 是不是真的要打了 好...果然是先升級2級射 奴兵待會要趕快升級 這邊利用毛兵當肉盾 做一個撤退 不錯不錯... 那他果然是打一個英勇士戰術喔 好...城堡蓋在非常保守的位置喔 我還以為他會暗... 蓋在這個位置耶 這邊還可以守一個金跟NTC的門面 哇...下的位置都非常保守 有點意外 他可能覺得 鷹刺手這一波上來他可能會守不住喔 好...這邊英勇士三井跑 哇...果然直接...老鷹爆進來了嗎 這邊看到城堡 好...稍微收一下村 終於出來再擋一下 好...趕快繼續修 哇...這個英勇士很煩阿 很痛很痛 7加0攻 沒有1攻就已經這麼煩了 哇...直接抓2村...3村 好...城堡蓋好...趕快去點聖騎兵 OK...半斬亭聖騎兵生產中 出來之後就可以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對方瑪雅已經會出這個聖騎兵去撿聖騎兵了 加上去抵抗聖騎兵的一個效果 之後我就會回到剛剛問題上了 半斬亭可以直接出一點七騎兵 轉一些半斬亭聖騎兵喔 做個混打策略喔 會好一點 好來了...半斬亭聖騎兵直接無雙 砍刀傷害超高的 哇...4刀就可以砍死一隻鷹刺猴 因為你攻擊是9加1喔 但是打這個鷹刺猴 超超超痛的 人家鷹刺55D只要4刀就可以砍死他了 OPOP 其實在比賽中很少會看到 有玩家出這個單位喔 半斬亭聖騎兵 那我覺得應該是F1R1喔 應該是早就想到喔 這張地圖其實很適合打 南梅洲文明喔 這個老鷹飛 很Counter-聖騎兵的聖騎兵喔 那這關聖騎兵又這麼多的情況下 通常都是會打一個老鷹喔 那如果要Counter老鷹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出這個 半斬亭聖騎兵喔 有跑速上的優勢之外 攻擊又特別高 血量也是 雖然會被對防者聖騎兵 那以Counter老鷹來說 是一個最佳首選的一個單位 蠻亞人應該也是有想到這一點吧 或者是 直接早想也是可以的 但是修道院可能要再補一個 但是修道院可能會有產能上的問題 因為待會 八人鐵神奇寺數量一朵 真的會很難搞 他現在沒法在家裡 沒法再出去抽點生物 好 三隻老鷹 早出落下 看他們抓到減生物的生率 唉唷很危險喔 這個很快被招走 這兩隻半斬亭聖騎兵如果被招走的話 這一桌工兵就有點危險 雖然有七隻工兵喔 應該是可以稍微反打一下 唉唷 那蠻亞這邊很順利喔 開出了三TC 那半斬亭這邊 果然還是要蓋下TC 開弄 但以弄的時間點來說 已經稍微慢了一點了 而且剛剛被拖了四川喔 聰明樹很明顯落後 有點嚴重 那這邊騷擾也沒辦法成功的話 可能他這邊會有點尷尬 好 拜託體身上升起兵過來做個防守 當然還沒有點耕種技術喔 這個跑速有點慢 把整個藍解沒成功 來 直接走過去 好 要走回來了 進來嗎 不敢 好 那至少現在可以把對手手手在家裡喔 自己的生女就可以趕快去撿生物了 好 三TC也補下了 可以補在這個位置喔 這個TC都蓋得很保守 沒有想像中這麼的 蓋那麼遠的感覺 我以為他會蓋這 他可能沒有看到下方這邊可以蓋 好 這邊直接破層門進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頭車 收掉一台生女 哇 還是被找到了 還不錯喔 至少找到一隻生女 OK 等一下宗教狂樂 聖杯 好 來了 這邊要來大戰 擔心聖騎兵直接往後想要包超直接開打 但是後方有三隻生女再做招想 頭車直接輸出 射掉一隻 兩隻 然後被招了一隻 半岐神聖騎兵還行 頭車第一時間也被解掉 中等兵這邊修得非常漂亮 好 那沒有生女的威脅之後 半岐神聖騎兵就可以直接長驅直入 哇 這邊空得很nice 好 半岐神聖騎兵要直接單槍批馬進去了 這邊你居然可以走耶 有洞的啊 雙修道院了嗎?果然 這就是我剛剛說他要補一個修道院的原因 就是他殘忍一定會不夠 雙修道院 開始暴殘生旅 這邊要來前壓寶了 壓寶的話我覺得可以壓到這個位置 其實還不錯 這個凹槽點 那我可以稍微鎖一下金礦 誒 但你直接蓋在高地喔 打的蠻保守的 這裡有一隻英勇士抓到對方的生旅 我們還是要放那隻英勇士去抓 定點抓生旅 會比較好 先來看一下瑪雅拿到多少生物 現在只拿一個啊 有點尷尬 拿的有點少 但是這邊巴黛提已經拿到三個生物了 哇很多 地圖上還有總共大概7個左右的生物吧 這隻英勇士都抓掉了 趕快撿一撿 這個生物給的黃金實在是很香的 好 果不其然巴黛提這邊是選擇了 正常的開農打法 沒有選擇這種單TC樹地網 因為那個有點偏向於一波 很容易會出事的 好 哇這個量有點大 直接飛到外面 但是他也砍很久了 一隻嘛 還可以換一隻 哇這個三綠 應該是再結難討了 南上加南 後面很多 大汗直接就是跑 滿身大汗 好現在有跟蹤技術了 所以這個老鷹就會比較簡單一點了 跑得很快喔 很明顯 但這個駱駝是還卡位的是不是 是我就想把這個駱駝拉開來 因為駱駝打老鷹效果沒有那麼好 好直接回頭還打一波 結果又被換掉了 駱駝直接送掉 工兵過來攔截 18 18 18 哇 取消攻擊 尷尬 哇 三隻殘血直接走回家 走到城堡射城裡 哇 沒有空好 全部送光 打雅有點尷尬 好 好 這邊毛病看到對方來這邊蓋城堡 這邊蓋城堡 應該是想要先來控圖 先把左邊這邊控下來 好在這邊抓包囉 直接 拜安提聖騎兵過來 做輸出 哇 打錯名黑絲很痛 算是拜安提聖騎兵的攻速 是不是也快了一點點 怎麼感覺比騎士還要再快一點的感覺 好 神旅部分有在出嗎 對有在出 雖然雖然還是不夠多 好 直接壓一下這個寶 看一下要不要直接硬拆 700多滴血啊 其實打一下蠻快就沒有了 扣100了 好 直接壓一下這個寶 看來這個城堡 視力要取消了 然後這邊剩一下戰毛兵升級 看到對方的弩兵出的有點多 出點戰毛確實是 不是 所以 戰爭情的戰毛兵超級省 基隆是 nice OK這邊取消了 好 強武 強武 強武來了 這邊趕快退了 哇 這邊居然有看到耶 怎麼意識到的 啊 因為這個敗蛋提 有這個免費的瞭望技術啦 難怪他視野會比較廣闊一點 合理合理 他絕對沒有開體 這邊敗蛋提 有這個免費的瞭望技術合集 所以正常來說是不會看到的 大概敗蛋提這邊視野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是有看到 好這邊直接補一個化學 BK 看來是要來出火炮了 好家裡戰毛兵有在按 但是 由於是單車進場的關係喔 慘了有點慘 現在沒辦法第一時間 去做反擊對方的強弩 而且三防也沒點下 好半停升級兵回到中間 好這邊用強弩的優勢 開始回頭點 好這邊投車跟工兵上高地 要來增加一點傷害 好火炮出來了 先拆一台巨頭 減輕一點壓力 打完之後往回啦 老鷹敢上來嗎 不敢 聖騎兵在這裡 火炮繼續拆 這隻火炮沒空好 有一隻火炮沒空好 OK 再拆一台巨頭 很賺 這裡可以回頭打下炮 哇 進入城堡射程 反擊一下 哇 水啦 直接拆到頭車 大戰體巨頭 大戰體聖騎兵直接上前開A 哇 這一場是大戰體巨大的勝利 完全Counter 火炮打巨頭 還可以打強弩 大戰體聖騎兵 拆爆工程器 也沒問題 哇 這個有點太硬要了 這個可能換不掉 哇 果然拆不掉 強弩傷害是很高的 好 好 那瑪雅這裡當然還有黃金鍋老鷹喔 可以考慮使用 但如果繼續出老鷹的話 依舊也是會被Counter 所以現在不太確定喔 現在瑪雅打什麼東西會比較好 嗯 那他如果打這個 散彈戰矛 好像也有搞頭 但是對方有火炮 可能免費的 大戰廳 毛兵 其實打起來換起來 沒那麼划算 但是如果投資太多的這個黃金 在強弩上 感覺也不太好 還是很容易被刺死死的 在想要不要投資一點這個 這叫什麼 劍兵勇士 去勝一下劍兵勇士 然後轉點戰毛兵 或者是出點羽絲的手 會更好一點的感覺 會更好一點的感覺 或者是老鷹配 劍兵勇士 這個打法 似乎也是可以的 哇 不然這個 大戰神聖騎兵太痛了 太無雙了吧 好強好強 老鷹直接被砍爆 又再度推了進去 明明聖騎兵數量不多 卻好像一直可以打贏 好這邊強弩 直接被一排射光 哇這個城堡 你看這一排的射彈道 很明顯 沿路被射光 好 大戰神聖騎兵 直接殺了進來 黃金國老鷹已經升級好了 血量變成100滴血 稍微能扛一點傷害 當然被打1就很痛 而且待會再生到精銳之後 這個大戰神聖騎兵會更強 但大戰神聖騎兵 要支援很貴 而且大戰神聖騎兵 而且大戰神聖騎兵 還有這個大戰神聖騎兵的 後勤科技 會給他更好的一個效果 會給他更好的一個效果 好這群巨頭拆了 非常漂亮 火砲就可以來專心 去拆下面TC 或是反擊對方的場路 這邊大戰神聖騎兵數量 散死不夠多了 這時候二級農才點 還好這邊點二級農有點偏穩 這邊還是出了點火槍 要來幫忙攻兵 打這個老鷹用的 出點火槍確實不錯 只單靠半身聖騎兵 還是有點太勉強 跟這個慘能來說 可能會有點跟不上戰場 最近已經是寶兵了 好這邊 強奴第一時間 去換對方的奴兵 效果還不錯 這邊大戰神聖騎兵 一樣在輸出 火槍雖然被換掉了不少 但至少這邊 有點被土屋開了局面了 火砲一直在後方 雖然也是被換了幾個火砲 至少這台沒有換掉 OK 那看起來還行喔 OK 升到了精銳 大戰神聖騎兵 大家又再更上一層樓了 十二加二攻 遠防武 近防武 好大會再來後勤 就會毀天滅烈了 好這邊上面喔 巨型頭子這一偷拆了一棟城堡 哇打老鷹也是非常痛 好果然展出第五射手了 因為羽毛劍射手搭配這樣打的話其實還不錯的 機動性夠高 缺後方騷擾的話也是可惜的 好這些蠻抗箭矢的 好下方這邊一個隊寶 巨型頭C 我們搬過來 這個城堡有可能蓋起來喔 兩個人蓋應該是不會了 巨型頭C 不是巨頭 火炮在後面打很痛喔 這個是高底 OK這邊順利守住了 這個城堡立起來也算是蠻有價值的 這邊直接強盧換掉這些 關心聖騎兵他們賺了 第二波工兵來到中線騷擾 這邊要回頭嗎 還是繼續潛壓給壓力呢 好現在他有兩個角子喔 一個是回家救 回救的話喔 又給對方時間喔 那不回救的話要潛壓的話 那現在就趕快動作了 呃 家裡只用這個村民 收村去擋這個 英勇士喔 是不太明智的 還是有拉幾隻喔 關心聖騎兵過來擋 還可以 那槍弩的部分是有點難長 十隻而已喔 其實 還是能打 但是這個半戰神聖騎兵喔 還是被打很痛喔 OK終於點下後勤了 後勤點下之後 他就有像是波蘭大洛瑪一樣喔 略克提克遺產 直接有擴散效果 這個践踏的厲害 非常的猛 好 那照相下 拜蘭提的生物喔 最終是撿到了五個 那對手呢 家裡是 撿了幾個呢 應該是往後搬了 也是撿了五個 那地圖上的生物 好像都撿完了 這堂地圖是 只有五個生物 十個生物 還不錯喔 但黃金其實要跳的還是蠻快的 好 那與這時候 難纏的地方開始出現了 機動性好 射速又快 好 但是有後勤科技 你看 一隻半戰神聖騎兵 打的擴散效果非常好 砍一刀旁邊的人也會跟著倒地 哇 很強很強 很久 欸 我們頻道好像沒有出現過 半戰神聖騎兵 打得這麼漂亮的場次耶 他們都是打 半戰神聖騎兵 然後打輸的 難得比賽 看到一場 半戰神聖騎兵 這麼活躍的 因為其實 一般來說比賽 就是 因為這個東西喔 造價單位喔 跟這個 菜刀沒什麼兩樣 但這個單位 比菜刀好用太多了 好 那為什麼還是那麼少人出呢 主要是因為 他跟騎師傅打 容易打輸之外 你很容易遇到疾兵 也是被戳爛 對方出疾兵 可能就封印住了 很少會遇到這種 對方存出步兵 然後跟你做爆 單位打吧 其實啊 對方出疾兵 也是 滿好打 因為疾兵也是步兵單位 但是就是 以綜合考量來說 直接出半戰神聖騎兵的CP值 偏低喔 不如出點強弩 去打會比較好 所以半戰神聖騎兵 一直沒有入火藥 原因是這樣子 但是以這個志願量來說 很多地圖 他的一個使用價值 就會非常大 而且又是遇到這種 難免做文明 那就是 更加好用的一點 哇 直接壓上去 咬出 好 哇 後勤效果 應該開始有一些 羽毛劍射手殘血喔 平常沒有被打到 但是他們缺殘血 這就是擴散傷害的效果 全體殘血之術 好可怕 大半人體剩幾兵 好 居民口水 每一萬應該是可以拆掉這座城堡 ACCN 感覺有點難打囉 哇 很少喔 看到ACCN會不會打這麼慘 好 好 等一下堡壘 圍牆科技 提升一下城堡血量 馬亞都已經受不了了 要轉級兵了 但這邊黃金量已經太夠了 那他應該自己也知道喔 雖然出這個級兵可能也是會被按在地上打 但至少 集兵的屬性還是空殼騎兵的喔 發燈體散騎兵壓力還是蠻大的 看這邊一排長槍兵還是倒地 所以 硬要講的話 其實是有點六四開的感覺 發燈體還是有點優勢喔 但他的優勢是血量的優勢 制止優勢跟這個破產散騎兵的優勢 並不是真的 有配合到 完全空得到重量恐怖兵 那如果身為大指兵的話 可能就五五開了 算起來就沒那麼虧了 好 這座城堡又再度拿下 正面的大陸戰爭聖騎兵喔 直接無雙 完全沒在空 原地開打 這也是換了非常多的單位喔 馬亞人這邊被塗到只剩下97吋 連100吋都不到 哇 這裡有點尷尬 這次是雞尾兵風 沒有空好 怎麼在往前 沒空沒空 趕快趕快 不去救巨頭了吧 要送光了 這邊應該全城堡好 來救一下 巨頭C 會不會持光嗎 長壁倒數很快 想來收巨頭 桌子剩下一台巨頭 安全回家 好,麥芽這邊資源已經開始見底了 黃金歸零 這邊的黃金還有點多 這邊想出什麼都可以 黃金歸零 哇,直接包起來打 QQQ QQ QQ 噢,這個火炮! 炮幾個漂亮 直接幾乎打到中心點 大概損失了快50%血量的這波攻兵 賊一虧啊 好,後面30% 再來招了一波 帶來瑪雅這邊的劍與啟發 還是有效抵抗住啊 這邊的進攻燒啊 那右側的部分也慢慢的拿下控制拳 八正亭右邊拿下來的話 後面這邊就可以長驅直路騷擾 但裡面其實有很多劍塔跟城堡 所以右邊騷擾可能成效來說並不會太大 但至少可以控住右方的木區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這張地圖很缺木頭的 如果你要安全挖木頭的話 一定要控好一個區域 那現在F1RE做的事情就是控木區 你們看起來好像他沒有在幹嘛 他其實右邊喔 他這邊有拿下來 其實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他這邊就知道 對方的村民已經往到左邊來挖木 那他就只要擔心打左邊喔 就沒問題 這是他一個特別的用意喔 當然右邊也是可以拆一些 用一些巨頭火炮去偷拆 像這樣雙線可能會有點太吃力喔 那這邊就是考驗雙線的一個技術啦 哇靠這些肉也太多了吧 6000多肉 這邊轉點肉麻出來打也不錯的 對方攻兵其實數量很多 這邊戰寶兵開始壓到牧區 牧區的村民 火炮砲擊一波 打的是後方的巨型頭死機 掉兩發 火炮可能會被換掉 哇 兩邊換掉了 那也把對方巨頭給拆了 放進巨頭再噴出 再一發打準一點 有沒有 哇歪了 再來一發 這東西 走 打到了 火炮加一發巨頭 剛好收掉 哇這個打得漂亮 好 右側果然啊 慢慢偷偷拆了進去 直接打噴了聖物 ACCM 打出了GG 哇 十級聖物啊 哇果然是11個聖物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好像是11個 這邊總共有6個 好那 家裡的話應該是5個 應該是11個沒錯 好 那他的技某動物成功了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塗光 雙線非常的成功 雖然左邊感覺有點 潰不成軍 有點被打回去的感覺 但至少這邊村民 他剛剛應該可以拉幾隻村民 直接去左邊騷擾 但這邊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巨型頭死機也拆光了 而且半戰體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這樣地圖你看這個城堡的血量 呵呵呵 八一三一喔 因為半戰體還有這個建築物的血量加成 所以他城堡其實是不好被推掉的 一插下去之後可以守的時間非常長 你看這個城堡也是喔 那有人會說那半戰體4的TC爆嗎 他是次選 次選TC爆的文明就是半戰體 首選還是波4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部分看起來 哇這個瑪雅還是很好的 明明是一直被壓著打 而且生物也是領先狀況 但資源上還有1萬的分數 但半戰體這邊 後來是才後來居上的 這個村民樹 但由於他這個地圖的優勢 應該不是地圖優勢 文明上的優勢 一直壓制著瑪雅 所以讓瑪雅雖然也濃起來了 自己也濃起來了 但後期喔 這個黃金一直在跳 然後牧區啊什麼地方都可以安全的 做採集資源動作 所以讓他其實沒有經濟太差 基本上他該鎖住都有鎖住 你看後續都非常安全 這跟城堡也是喔 給對手壓力很大 對手就只能一直從這邊進攻 這邊確實他是防禦最薄弱的地方 但這邊能達到的村民其實 數量不多 這裡有很多箭塔 老鷹一飛進來 後面又有城堡 直接可以生產半戰體升級兵 過來防守 所以導致瑪雅這邊 各種騷擾手段 其實都並不是很成功 反正是F1RE 這邊的打擊 左右兩邊的一個多線打法 給到對手ACC 不少的壓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